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也是星期之 10月18号 那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 大家继续努力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昨天星期六 10月17号看到的一项 其实呢 昨天呢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而且呢 那个密码也拿到了 感谢赞美主 那我等一下再分享 要记得我们要永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真一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存信存意 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 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而我们的主耶稣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那我们每一天呢 要遵守着主耶稣的命令 遵守着主耶稣的道 那就是表现出我们的爱 对主的爱 那因为这是主讲的话 他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 你要遵守我的道 我的命令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好 谢谢弟弟华强 先来的灵命之良 我们也谢谢Kelvin 现在真的很辛苦 有很多要他upload 在YouTube里头 因为有些还要type出来 谢谢你Kelvin 我们继续努力 一起努力 我们全部的人都继续努力 我刚才有回去 忘记是哪一天 有看到主写说 你们都要紧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要紧的 在这个墨资的事工里头 因为我们一起合作的话 这件被提这件事就成就了 我忘记是哪一天 我就读给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我就进去 刚才看到 是在3月6号2020年的时候 这边看到的一项是 你们要紧 那第二个是 是你带了一切 第三个一项 to assist 第四个一项 You could see OK 就是我们大家在这里头的 每一个人听这个信息的 都很重要 OK 都重要 因为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机会 听这个信息 跟主耶稣牵着手 一直走到永恒 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而且跟上帝合作 所以神说我们都要紧 然后说是你带了一切 OK 是你带了一切 to assist to assist的意思就是说 能够就出现 to assist就是会存在 现在存在 就是说背题会发生 就是因为大家继续努力 You could see 你会看到的 好 大家继续努力 那现在我先读 李明治良 好 那今天的李明治良 就是18号的星期日的 李明治良 就是变成主行 那是从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18节 讲说得以看见主的龙观 就变成主的形状 龙上加龙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主的龙观 就变成 才会变成主的形状 然后龙上加龙 就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 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第18节 我接下去 神原来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当时人堕落了 失去神的形象 神所造的新人 是带着他的形象 一部所书 第四章24节 哥罗西第三章第十节 其实上师也是说 十号亡了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信徒 都已经穿上新衣 新人 完全脱去了旧人 圣经甚至仍然像阿当 而不像基督 当然我们都知道 大多数的基督徒 还是旧的人 还没有成为新的人 还没有穿上新的衣 那接下来 这就不能够使神满意 所以神所约定的是 叫我们效法 他儿子的模样 罗马书第八章29节 将来在神的国度里头 在主的面前 愿意看到每一个人 做神的恩女的人 都像神的长子基督一样 这才能够使神得到荣耀 使神喜悦 感谢赵美就会接下去 阿们 那我们将来的荣耀 是根据像耶稣基督 有多少 这是神所定的标杆 是我们一直要向之奔跑的标杆 菲律宾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 保罗一生的奴隶 就是效法基督 效法主耶稣 基督就是救世救主 房氏呢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接下来房氏与主相同 达到盲友 基督掌成的声量 以赴福所书第十三十三十四节 怎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 那不只是外面的效法 更是里面的改变 以基督为生命 讲到这边就想起前几天 前两三天看到 雷利达安娜 十五号看到雷利达安娜 对不对 她的 人家一叫她是 Queen of heart Queen of heart 因为她很爱人 所以人的心 她很有爱人的心 所以人的心 人的心 Queen of heart 她是每个人的心 讲到这边 就是还有Mother Teresa也是 所以从他们里头 尤其是Mother Teresa 她非常亮的看到 她那进去YouTube 我们有加一点 关于Mother Teresa的画面这些 那Mother Teresa就是献上她自己 没有为着自己想 每一天都是为别人想 为上帝 献上自己给上帝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不只是外面的效法 更是里面的改变 与基督为生命 让他住在我们里面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哥罗西桑桑 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四节 那让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 成行在里面 外面就会展显出 耶稣基督的形象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天听神的道 我们也知道说 这是非常重要 要遵守不只是听到 而且要行到 那我们的动作方面 自然而然就会行出来 不用讲的 他自然而然就会做出来 做主耶稣的模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 这里提到有一个途径 就是我们能够直接的变成 主耶稣的形状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要继续的扬望主 我们要继续的遵守他的道 而且那神的荣耀就会龙上加龙了 对不对 好 还有其他吗 因为下面 李明志良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我就是以里头的conclusion来讲 就是说我们继续的扬望主 我们继续的亲近他 OK要遵守主的道 OK 以及听他的道 他的命令 好 大家继续努力 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 看到的什么这么紧张一个突破呢 那我会接下去 感谢赞美主 那上面的照片 三个照片 我等一下再讲 我们就从journal page第一开始 好不好 那就是凌晨5点06分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个画面 一画过去 一条线下来 然后写着什么 89 然后2.5 那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们如果每一天 有注意这些数字的话 你看了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8加2是什么 8加2就是10 9加2是什么 9加2就是11 OK 就是10号11号 然后一个点就是停止了 OK 就FOOSTOP了 之后呢 就大家就进入这个恩典之地 恩典之地就是江南地 也就是安息之地 也就是神的国度 也就是天国 OK 因为后面有一个了 这个了就是二 之前有听到声音说 了就是二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5点59分的时候 是昨天凌晨 看到这个时钟 只做10点跟1点 然后又出现另外一个时钟 只做11点 OK 那什么意思呢 那11点也是13 对不对 那之前有看到时钟 两个针 针是红色的 只做11跟1 OK 其实11跟1 是一样的意思 它是可以反反复复的 那 意思 讲这边1的意思 也就是讲到 亡了 13也是亡了 对不对 13就是停止亡了 而且也是代表11月 所以是11月10号 然后呢 第二个时钟 只做11 也就是11号 所以是11月11号 跟11月10号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是 好 我这边有一点 这个等一下再讲 那接下来第二 那边就是看到 圣灵一直给我看到 他在打开一个包装 OK 他一直在弄要打开这个包装 后来好像有打开了 打开这个包装 那包装是什么 包装里头就是这个秘密 就是这个密码 好 第三就看到一支笔 是黑色的笔 就是说 这个笔就是我这样 我的right hand用笔的话 就是这个方向 就正了 就是说 你要记下来 你要记下来 你可以想象到 昨天凌晨 WhatsApp之后 已经五点多了 然后六点 哎哟 这么爱睡 要躺下去 还一直看到异象 所以呢 当时神说 你要记下来 那要记下来 就要记下来 不然就miss掉了 那是我们想起什么 在9月29号那一天 3点54分 那时候想休息一下 真的很爱睡 那圣灵就在我面前 用他的双手就打一下 他打他的双手 我真的会感觉得到 而且会听到的 真的感觉像一个人 就要在我面前 用他的两边手 这样打一下 真的打一下 然后我说 这不行了 我一定要醒来 就算都那么累 不醒来 是不行了 一定很重要 那他神就叫我 圣灵叫我起来 OK 准备好 那过了 那多少分钟 6加6 12分钟之后 就4点06分 就看到阿爸父做钱了 然后看到阿爸父签名 有没有 我不多讲了 感谢赵梅 就感谢阿爸父 那接下来 阿爸父是4点06分签名的 然后过了8分钟之后 OK 前面是12 现在是8分钟之后 就是4点14分 4 14 之前有看到 一项很大致的 4 14 后来有红色的 大致的 14 记得吗 好 那时候呢 就听到这个铃声 那铃声不是一下子 好像有差不多30秒钟都有 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好 所以呢 这三件事情是同样的一天 那只相差了多少 12分钟跟8分钟 20分钟里头 三件事发生 就是圣灵打他的 Clap他的手 在我面前 叫我可以睡觉 OK 然后阿爸父签名 之后就听到铃声 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呢 好 我们今天记得4点14分 这个数字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阿爸父签名啦 就是说有的背体啦 行啦 可以咯 之前就是9月6号 主耶稣先 对不起 主耶稣先签名 好 第四那边是看到这个字 Stick Stick 好 第四那边是Stick 是6点22分 什么是Stick呢 我就找Google了 什么是ToStick ToStick的意思就是坚持 什么坚持 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到底 我们忍耐到底 就继续的 我们就达到我们的目标了 感谢赞美酒 那接下来是这个 背景是粉红色的 整片粉红色 然后里头有华语的字 好多华语的字 当然没有读到字啦 那里头就是神很重要的信息 关于这个背体的事情 关于背体的一天 的意思 粉红色就是代表 回家的一天 那接下来 我是看到我的女儿 看到一清二楚 然后她站在那边 她抱着Jojo Joseph Joseph好像看起来比较小 Joseph我一直就是说 Joseph就是代表这个时间 OK 就代表这个时间 所以时间越少了 所以Joseph看起来就比较小了 然后她是躺在她妈妈的肩膀那边 然后很舒服这样躺在那边 很安心的躺在那边 穿着这个睡衣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子女 所以我们有这个安全感 从父那里 从主耶稣那里 得到这个安全感 就好好在主怀中 OK 在上帝的怀抱当中 当然我们的上帝 是上位一体的上帝 要记得圣灵 也要记得圣灵 很辛苦的 好 感谢赞美主 接下来第七那边是看到一个网 是黑色的网 那里面大概是白色的 那个网是我看到它的底端 那它前面里面就向着东北的方向 东北的方向就是背体的方向 就是那个网是代表什么 网或者是汤匙 就是代表救恩 OK 代表救恩就是讲等候救恩来了 这个网已经在等着了 好 接下来第八那边 它的背景是音乐的背景 为什么是音乐 有音乐的背景 就是喜乐的意思 然后字看到五 然后看到七 有看到八 五就是恩典 七就是神圣的亡了 八就是回家 OK 就是讲到回家 接下来 就好看这个WhatsApp 这个recording的那个长方形 然后其他没有看到 只是看到这个一个圆圈里头 是蓝色的 那整个是青色 里面是蓝色一条线 那青色就代表走了 蓝色就是代表天国 OK 天堂 OK 平安 那接下来就是看到七 七就是神圣的亡了 意思讲神圣的亡了 我们就回家 OK 回到天国 还有只剩下一个台阶 就大概就跟我们讲到最后一个台阶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最后 好不好 或者就是讲说 这个就是讲到台阶 台阶完了之后就回家 那接下来 就看到十 十点十分 阿爸父前面不是之前看到十 那刚才给我聪明智慧 就是说这个十是代表十月 后面那个十秒 十秒 不是秒 十分那个十 十点的那是代表十月 后面的十是代表十一月的十天 OK 十一月的十天 那阿爸父不是那时候就很紧张了 所以我们西方进入十号的时候 就很紧张 那时候东方已经进入了十一号 好 那如果是十月二十号 之前不是在梦中有看到二十 如果我们用二十二号开始十月二十号 到三十一号的话 前后就是十天 然后十一月也是十天 对不对 东方就是第十一天 凌晨这样 我相信是凌晨 就是早上这样回家了 接下来是这样 看到这个七在下面聊 是Marker画的很明显的很清楚的七 然后就看到主的手写着的 但是只有三话而已 一二三三话而已 那之后又看到二在底端 OK 那刚才又给我聪明智慧是什么 我就启发我就不讲了 就是说还有三个星期 因为三话嘛 然后七就是一个星期 那还有三个星期 再加两天 刚才不是讲二在底端 就还有三个星期 再加两天 就是回家了 那我们算一算 现在已经是星期之了 星期之 那东方也是星期之 那星期一星期二 就是两天 三个星期两天了 通常算起来是从明天开始 对不对 所以明天开始只剩下多少 就是两天了 三个星期一两天 那就是配合 好接下来 那个三个时钟有没有 就是从十六点开始 然后二十八是在一点的单位 然后走一圈的话 就到十二点八 然后九十十一 好接下来 在第十二那边是这样 看到二十二 二十二很大字的二十二 那二十二是什么呢 那主就写了这个加 当时只有五话 之前不是有看到五二十二 就是说恩典就是星天星地 二十二也就是代表星天星地 有时候是用于数字 有时候是代表星天星地 就是恩典之处 那加是一二三四五 上帝就画了五话 加就五话 OK就是恩典 所以二十二的意思 就是恩典 也就是加 星天星地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那些数字 是什么意思 就看到四十七 四十七 然后看到神的手就画 加的一话 两话 三话 只有三话 这样三话的话 就是代表包起来 cover cover 包起来 那再讲回来 OK 那四十七是什么 四十七就是四加七 就是十一 OK 四加七就是十一 然后也可以说四个星期 四个星期 然后就包了回家 OK 那如果是讲到四加七十一的话 也就是十一二十一号 就是星期三 所以加是三话 星期三 那接下来 其实之前九点多 又看到这个一项 我刚才忘记 十一那边忘记 接下来二十 那二十那边是九点多的时候 就看到两个五 很大字的五 灰色这样 五五 然后看到神画两下 那两下就是星期二了 两下星期二 回家星期二 然后五五的话 五加五就是十 OK 五加五就是十 好 所以现在有十号跟十一号 等下还有确定 更大的确定 那就看到了字 很大字的六六 然后就看到主的手 写着一个四 它是连接着 汪这样下来 OK 就是四 四就是天国 星天星地 那六六是什么 六就是喜乐 六也是代表人生人类 所以就是说人类过着喜乐的生活 人类过着喜乐的生活 在星天星地 好 接下来是这样 十点二十八分 是看到有一个人 很近很近 我在这边 然后他拿了一粒球 然后他要伸上去 那个进入那个basket里头 是basketball 进入basketball 但是没有看到他进 就是很近我叫上要进到我的头 这样 OK 要进入我的头 大概可以说进入我的头 为什么 下面你就知道 然后他下面写着什么 他下面写着外星人 外星人 我问我先生要make sure我讲对 外星人是什么 就是alien OK 那这个alien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住在这个地球上了 他们住在另外一端了 那贪囊这意思也是跟大家讲 在另外一端 有打篮球 有各种的运动 这也都有 我们在这个世界做的事情 在另外一端也可以做一样的 只要是神圣是好的都做 不好的不没有做 没有人做 也不会想起 所以这些在另外一端 什么都是美好 都是神圣 都是跟主亲近的 好外星人 那外星人计划有没有算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1616 重不16吗 16 16就是16 6就是洗了 好接下来 是看到这样 是10点31分 看到一双脚 一双脚呢 他穿的裤子是蓝色的 之前不是有看到 一只脚是蓝色的 大地 然后呢 有看到我写 5亿March的时候 就看到主耶稣的画面 出来 记得吗 红色的 然后他的衣服 那边写着888 下面也写88 还有其他 那蓝色的裤子 然后他的 left leg left leg就是左脚 左脚他就这样 在地上这样打了 我想是两次了 最少一次了 就打了一下 我想是两次 因为我看到 一清二楚 好 两次 两次了 他就tap tag他地板上 那我就问我先生 我说 老公啊 你说一个人 如果他的脚这样 在地上这样 tap tag 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就讲说 大概就是叫 你要注意了 OK 注意啊 OK 那时候我画在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先生就坐在我旁边 他在sofa那边 我睡觉的那个sofa那边 他常常坐在那 每天坐在那边 他觉得很舒服 很好睡 很好休息 就觉得很平安 很那个很轻松 然后我就在这边 我做功课 后来 怎样了 突然间 我就想起 我就把它算一算 从10月10号 11号开始算起 从后面算起 四个星期 是什么 是几号 看算起来是14号 我说14号 14不是 44 14是吗 OK 就是白色的14 是 白色的14是 在3月7号的时候 看到很大致 然后红色的是 在8月7号看到14是 他转来转去 那真正的配合 最后的四个星期 就从14号开始 OK 所以第一个星期 14号开始到20 然后第二个星期 21到27 现在我们还在 第一个星期 然后第三个星期 28到3 然后第四个星期 就是4号到10号 11号 所以就配合了 对不对 好 在那个时候 我在想了 我这些都算好了 就说很开心配合 突然间在我的前面 哇 很多 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空 好像这个 Meteorite叫什么 这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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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流星 是吗 小流星 他就这样 从我先生坐在那边 我在这边 我先生跟我的中间 他就从天上降下来 然后从那边就飞到我的另外一端 OK 就在我的头上面绕绕绕就在那边绕 绕了一个 好像最少一个都有几秒钟 其实我写45秒 不止45秒 这样就绕了 这样就在跳舞 这样 他们 他们在空中这样飞行的时候 像什么 像 那个 怎样讲 像有赤盘的天使在飞 这样 像有赤盘的天使在飞的一样 然后 好多 这样子绕 然后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是很亮光的 有银色的 它有银色 这样很亮光 就好像 你看天空上的星星 它那尝一下 那种颜色 一样的 然后 最后一粒 别的走了 最后一粒 又来 下来 最后一粒 你知道 我就看着它 出现 OK 出现 然后看着它在那边 差不多几秒钟 它就消失了 然后我跟我先生 我说 你看 这是最后一个 我先生都看着 我在一直在看 在窗边那边 他们在 在闹这些 我先生就是一个正人 看着我 看着这些 这些好像小流星这样 在天上下来 其实英语叫做 Shower of Blessing Shower of Blessing就是 下来很多祝福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突然间 这个就是因为 414 144 就是这个密码 OK 就是给我们一个肯定 就是说 我们还是下 四个星期 从14号开始 到后面 就是回家了 就是回家的两天 所以我们确定 记得昨天的 WhatsApp里头 跟大家讲 有这个电话 有那个密码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密码 不能知道密码 所以现在知道密码了 就进去了 就确定了 还有在 我记得是夏天 2017年的时候 还没有到星天星期之前 我就做了一个 没有没有 是看到异想 异想 我的灵就进入 看到这个始终 OK 指着金色的始终 非常漂亮的始终 真的非常漂亮 然后两个针 都指着11 OK 然后我的灵就慢慢 进去这个始终里头 始终里头 看到牛扣 像在罗云萨那边 有七粒牛扣 现在left再加一粒 多一粒还是两粒 大概是一粒吧 就是八粒牛扣 那七粒牛扣是什么 就是讲神圣的亡了 八粒牛扣是什么 八粒牛扣就是讲回家 神圣的亡了 回家 那之前不是看到11 11 就是11月11号 OK 11月11号 神圣的亡了 回家 那昨天的16号 那一天有看到 123 然后一个点 一个圆圈 有没有 然后56 刚才有给我聪明智慧 我们回家不是 星期二 星期三吗 就是10号 11号 11月 那我们回到家 就是一个亭子 OK 星期四没有出来 我们已经在另外一段 星期四开始第一天了 然后后面的56是什么呢 我相信后面的56就是讲到 其实6没有那么清楚 5比较清楚 就是讲到5点6点 我们不是一直看到 5点6点吗 有5点AM早上凌晨 也有5点PM下午 然后那也有看到6点 对不对 那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 有一个我还没有跟大家讲 好像没有跟大家讲 就是11月1号 11月1号 我们不是11月10号 11 那1号就是之前 我们这边的时钟又在改了 就是说东方是凌晨5点的时候 我这边就是下午5点 OK 差了12个小时 那6是什么呢 可以说6就是日本的时间 凌晨6点日本的时间 马来西亚中国就是5点 我们这边就是5点下午 那就配合 因为之前有看到 日本的网这些 日本字也有看到 好 接下来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头讲 当你有两三个见证人的时候 这件事就成了 所以有三个 有早上5点下午 5点还有6点 那6点应该是这样 不是PM吧 是不是PM还是AM 没有写 忘记是PM还是AM 那如果是PM的话 那比我们前面 比我们前面还有一个 就是好像是Nova Scotia那边 比我们早一个小时了 好 接下来 是什么第18那边 就是说我看到这些流星 好像流星这样下来 也像一个Coma 后面好像有尾巴这样 好 最后一个就是19那边 是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狼青色的碑 其实现在变成狼色 要多一点青色 就是有青色有狼色 联合起来的 我没有这种颜色 所以不能够画下去 狼青色的那个碑 就是像我大孙子用的那个碑 然后在比较低一点 是那个小 比较小的碑 这个比较小的碑 就好像泥土的颜色 泥土颜色 我家中有一个 我差不多每天在用 像泥土的颜色 那狼色的就是从天堂下来的 那水就是代表上帝的信息 上帝的道 上帝的信息 他这水就从这个狼青色的碑里面 倒进去 这个泥土的颜色的碑 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说今天17号的这个信息 是从天上而来的 是从天上而来 不是圣经里头有存在的 这是一个密码 是一个秘密 现在大家紧紧跟随着主耶稣 有没有 每一天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已经达到 我们已经 就是说可以得胜了 我们得胜了 所以就给我们这个密码 敞开这个密码 所以我们就知道 而且被提就会发生 真的会发生了 感谢赞美主 还有一个就是 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是这样 我翻回去要做点功课的时候 OK 那翻过去 怎么这一面 这起来的呢 这起来的 然后有看到28 对不对 那边28 28也就是四个星期 28天 四期28 那就配合了 然后有看到主耶稣 一门眼睛 OK 上到啦 上到瞎这样 这是一个他画的画 然后呢 在旁边那边也有看到 我孙子的那颗图画 然后想看到23 然后L 对不对 我也有写23是什么 之前看到的一项 一年半之前两年的时候 看到什么 23是什么 那时候神跟我讲 23就是回家 OK 就星期23回家了 还有下面再一点是什么 天 四方格 就是天国 OK 或者是天 或者是剩下几天 剩下几天 与主耶稣在一起 那我们想四个星 怎样讲 四个星期就是28天 所以11那边的28 这个四方星里头的28 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这个橙色的四方格里头 写着28天 与主耶稣在一起 OK 那如果加进去28 真的配合12号的时候 因为12再加28 就是第二天开始算起 对不起啊 通常是第二天神讲过 12天开始 就13号 13号也是停止啊 停止 那14号开始啊 那28就是 就是四个星期 OK 那我们从14号开始 现在没有28天了 大概可以讲说 啊 多少了 25吧 25再加18 啊 不 没有25了啊 24 23 还有一个是 188 为什么188呢 因为昨天是17号嘛 现在跟大家讲话是18 所以之前有看到188 对不对 就是说10月18号呢 就会闭秘 回家的闭秘 就敞开了 然后有看到11等于188 有没有 11等于18加8 就是说被提这个信息啊 OK 会在10月18号 讲到回家 OK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5加6 城市的5加 城市的5加 城市6等于11 蓝色的11 然后TH就对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讲说 到现在我们所知道是讲到时间几点啊 5点 6点 5点 6点 加起来就是11点了 回家了 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要记得祷告 阿们